第二题 Michael has decided to blank a career in physics and has set his mind on becoming a professor Michael has decided 这边用的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表示他这个决定是从以前一直到目前为止 他决定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decide这个字 它的意思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所谓的决定 这个字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蛮常见的片语 那就是make up one's mind 它的意思是所谓的决定 它的决定是动词 它的名词就是decision decision就变成了它的名词 所以这边Michael他决定要去做一件事 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呢 他要去这边后面接一个career career这个字它的意思就叫做职业或者是生涯 在哪一方面的职业哪方面的生涯呢 他想要从事哪一方面呢 in physics 好那么知道in physics这个字 这个字呢中文我们翻成所谓的物理 就是物理学在大学里面的科系 好那physics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 所以呢别忘记了 要在后面加上一个s 好接下来他说呢 and has set his mind on becoming a professor 好那这边就很棒的片语同学呢 不妨把它记下叫做set one's mind on something 好那set one's mind on something呢 它其实中文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要立志去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呢一心一意一心想着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英文我们就把它念成set one's mind on 那你这边要提醒同学的是 这边不要忘记了 它也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set这个字刚才跟第一题一样 它的动词三态不变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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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它有一个一心一意 怎么样呢 想要成为一个教授 professor这个字 来我们看一下 professor这个字 它的意思呢就是教授 那教授这个字 它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字 就是所谓的profession 叫做职业 那职业呢 我们说呢 台湾有所谓的职棒 职棒职业的 我们英文就念成professional 在后面加上al 就变成它的形容词 好我们看第一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 两个音节 per一个音节 sue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pursuit 那pursuit这个字呢 它的中文意思翻成追求 或者是从事 那这边呢 Indy呢帮各位补充一下 它的名词 英文就念成pursuit 从sue变成suit 就是从它的动词 变成了名词 好第二个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swear swear如果同学注意看的话 是wear这个字 穿衣服的穿 前面呢 再加上一个s 就念成swear 那swear这个字 wear穿着 如果同学有印象的话 它的重词三态 也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wear worn worn 那swear这个字呢 也是一样 它唯一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前面加上一个s 我们就念成swear sworn sworn 好那这两个字的意思 swear的意思呢 就是发誓或者是宣誓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c 好第三个c呢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reserve re re again的意思 serve 两个音节 那reserve这个字呢 可以当作储存保存 或者是保留 那这边呢 我们的意思呢 可以把它翻成 当作保留的意思 那reserve这个字呢 其实我们比较常用的 还有另外的词类 我们英文念成reservation 那reservation呢 就是在reserve的后面 把e去掉 再加上ation 就变成它的名词 那这个字呢 我们最常常用的片语 就是make a reservation 这个我们中文 就是把它翻译成定位 或者是预定的意思 好那讲到这reserve呢 Andy呢 想帮同学呢 再补充另外一个字 这个字就念成preserve preserve这个字呢 其实跟reserve呢 有一点点类似 它的意思叫做保存 保常或者是防腐 它本称呢 也可以当作防腐剂的意思 好 最后一个呢 这个字呢 念成draft 好 draft这个字呢 当作动词翻成起草 或者是设计 当作名词 炒稿增兵 好那这个字呢 Andy呢 要跟同学补充的是 当我们把这个d去掉的时候 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reft 那reft这个字 它是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说呢 主法 然后那个 在水上可以浮起来的 那种比较简单的小船 那我们就叫做法 就英文 我们就念成reft 好 所以呢 这个字呢 我们从呢 这个字面上呢 来看呢 就知道了 答案呢 我们应该要选择Michael 他已经决定了 要去什么呢 好 要去追求 要去从事物理学 把它当成是一种事业 一种职业 而且呢 他一心一意 想要在大学呢 担任一个教授 好 感谢